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民国112年2月26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 FM98.1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大家好 同时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同步在News98的YouTube频道上进行直播 欢迎大家除了听收音机以外 也可以上网来看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近时报出版有一本新书 叫《探路台北大台北公路车深度旅行》 《探路台北大台北公路车深度旅行》 作者陈颖钦 他的行走江湖的笔名叫老猫 他曾经是猫头鹰出版社的社长 从2002年开始 他在网路上陆陆续续用笔名老猫 来发表出版产业的观察和工作心得 另外他的部落格老猫学出版 在整个业界拥有很好的口碑 而且已经集结出版了老猫学出版的这本书 然后还有他经营一个内容推进实验室 用数位世界的角度思索知识产业的现况和未来 现在他出了这本书 是他退休以后开始运动骑车 然后一点一滴的认识家乡 同时他在脸书上成立了一个 周周来骑车的社团 里面在讲单车自行车公路车老手与新手的社团 协助很多新手还有爱车的 喜欢骑单车运动的朋友 分享这些骑单车的心得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跟老猫连线 由他来介绍探路台北这本新书 老猫在我们的线上 前辈老猫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本来是猫头鹰出版社 猫头鹰出版社这么有名 在出版业界是对不对 那么有名 你为什么要退休 提早退休了我觉得你还年轻 这个就是因为家庭艺术 得回家看顾事情 就家里可能有亲人 需要被照顾 那你后来怎么会去 你一直在这个出版业界 然后发表心得 然后找好书出好书 然后后来又分享很多知识产业的心得 那后来怎么会变成迷上骑单车了 OK 因为退休了 退休了经常听到的传说 就是很多人退休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没事干 然后身体心智快速的退化 一定要有事做 所以决定给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还有大脑找一些事情做 身体要怎么样找呢 后来找到的就是骑脚踏车 对可以做很多事 为什么后来你就变成决定 从脚踏车这个角度 来作为你的这个退休后的健康运动 对不对 最早也是选择的是用走路的方式 走路 但是我们走路习惯是希望不要走重复的路 走着走着就会发现 你如果要不走重复的路呢 你耗费的这个时间 效率上不太好 因为你走路不容易走很远的距离 你如果要走很远的距离 不同的路线呢 你要耗费的时间很多 那也可以我先坐一段公车再走路 刚开始走路的时候 对 但是我刚开始走路的时候 后来碰到这个台北市的U-bike 从新议计划区扩大四点到南区中区来 那时候我就直接就想说 那我就骑U-bike来试试看 然后一试一下就觉得 U-bike骑脚踏车的这个范围 行动范围和效率显然比走路好非常多 而且很方便 好几倍 那所以U-bike骑了三个月呢 就直接买了小泽 先买小泽 对小泽骑了两年 然后就换了公路车 为什么小泽骑两年换公路车 因为大台更好骑 应用范围更广 最主要是小泽那个时候 有一次去撞了山壁 他的折叠机构呢 折叠机构有一点 松散 就是会开 噪音骑的时候会产生噪音 哇有噪音 这个骑小泽车的人 除非你是骑那种老挡公车 一路起来就算了 那骑小泽骑公路车的人 很不喜欢车子发出噪音 那后来就决定说好吧 已经撞到有噪音了 我就要换吧 那小泽已经试过了 那就来换公路车 公路车一骑才发现说 噢原来公路车的骑车的感觉 比小泽好很多 那从此就就进行了 因为公路车的胎 稍微就比较宽一点 对不对 然后然后还有避震 还可以避震 对不对 他骑的感觉比小泽 小泽的轮子小 所以他碰到坑洞的时候 那个撞击弹跳的 幅度比公路车大 所以公路车骑起来会比较平稳 比较舒适 舒服 这就是这样 但是你后来越来越喜欢骑 后来还成立了社团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机缘 那成立社团的动机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当年骑了公路车 骑了几年 靠三重社区大学来邀请我说 老师我看你骑车的旅游杂技好像很有深度 希望能够到三重社大来开课 教大家骑脚踏车 我就很高兴 教大家骑脚踏车 开上我的骑车 骑车模式 那我就去开课吧 结果第一次开课 准备了很多的教材 对啊 大概啊 我觉得信心满满的 一开课只有三个人报名 真的假的 大家大概在想说 骑脚踏车有什么好学的 原来并不是说你开的课 内容很精彩很吸引人 人就会来 课程就开得下去 你还需要知道你的目标群众 你的目标读者 甚至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 这促使我觉得说 可能我自己的脸书的活动范围 过去都是出版业的圈子 我的同文层是太传统的 过去出版界的同文层 所以我开课只会有三个人来报名 所以因此这样子的缘故 我就决定说 那还是得要 重新再为这样子的target 找集合新的这一群人出来 所以才会在脸书上面 成立了一个许多的社团 那这个社团现在 主要在推广什么工作 或分享什么 就大家报名跟着你一起齐 对不对 好像三四千人 对 对 现在三千多个 我主要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自己感受到 骑公路车的乐趣了 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体会到 能够进入公路车的世界 享受同样的乐趣 这个目标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周周来骑车 就像他的这个社团名称一样 每周周周 每周都会去办骑车的活动 甚至会一个礼拜有两个周次 是会邀请就是欢迎骑单车的新手 甚至你还没买公路车的 你可以 这个行程也适合骑U-bike来参加 这样子去鼓励说 那些 并没有 只是心里有一点想行动 但是还没有真的采取行动的人 欢迎你用这个方式 也直接骑U-bike来参加 体验一下 骑车这种活动的乐趣 所以你是每个周休二日 在固定的定点集合 然后由你来领期 带着大家 陪着大家 去一些不同的路线 是这样子吗 是的 每一个礼拜会有不同的路线 那因为路线的规划不一样 所以呢 每个礼拜是 时间是固定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在礼拜六 但是集合的地点会有变化 比如说要骑北区的路线 集合的地点会移到北区 是 然后骑南区的路线 集合地点移到南区 大概每一次都几个小时 或是几公里 对不对 有一个概念 对不对 新手集的行程大概都控制在四个小时以内 那这是第一周和第三周 那二次还有偶尔会出现的第五周呢 那会行程会往上加 有的时候会加到十个 哇 十个小时 那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公里数很长哦 七八十公里有哦 差不多 像我们如果要骑这个 河滨要从 三峡骑到淡水的话 来回 这样子差不多七八十公里就跑不掉 对对对 那很过瘾哦 所以你的路线 有时候走河滨的单车专用道 会在市区里面穿街走向吗 这种机会比较少 因为对新手来说 骑河滨 河滨是单车专用道 是 风险小一点 那骑市区的话就有一个麻烦 市区虽然有 这个科匹实在有三重三横的单车专用道 但是这个也仅限于那个特定的马路 那你要骑到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专用道 它并不是match 互相配合的 对 所以一定会骑到正常马路上 那骑到正常马路上面 坦白说 台北市的这个正常马路 对骑单车并不是太友善 不够不够安全 除非是很特定的 像我有时候呢 譬如说我会在过年的时间 有的时候就会办一团市区内的 因为台北的好处就是过年期间 车少 满城空城地 对车少很舒服 其实很舒服 没有没有如果路上车少的话 其实在台北市骑车很舒服 对 对 是的 所以好 那现在 现在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探路台北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就来请老猫来跟我们来分享 这本书啊 它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去 去想要出这本书 然后主要是带领大家啊 骑车去看哪些地方 带回来先进一段广告 嗯 来欢迎大家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啊 在现场跟我们连线的是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探路台北大台北公路车深度旅行的作者 时报书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叫探路台北 作者陈颖清 他的笔名叫老猫啊 那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出版界的这个前辈啊 名人是老猫头鹰出版社的前任社长啊 那当然他现在在这个单车 单车社团里面他成立了单车社团 带着大家骑公路车去探索探索各地了 当然他还有分级哦 就新手级是是有新手级的路线 然后这个已经已经不是新手级的 他每个礼拜也会带领大家去 也不要说带领应该陪伴 或者是说导览 跟着大家一起骑单车去认识这块土地 那现在出了这本新书 我就要跟老猫老师讲 这本书你的概念是什么 老师 OK 这本书的概念就是我希望骑不同的路线 去认识台北各种地方 不同的风土人行山川地理行事 是 但是呢 这个其实不是我最早骑车的动机 是 最早的动机其实是为了健康嘛 对 希望不要肌肉退化 嗯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会找不同的路线去骑 嗯 然后骑着骑着呢 才开始发现 哦 原来我前面我在台北待了快40年了 嗯 我们上班族 然后封闭在这个市区的水泥森林里头 每天这个努力上班赚钱养家 我们其实对自己生活生存的最久的地方呢 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嗯 我们知道它是台北盆地 嗯 可是这盆地怎么来的 不知道 嗯 我们知道这里有淡水河的流域经过 可是淡水河到底对这个城市有什么影响 嗯 它的起源是什么 嗯 我们也一无所知 嗯 嗯 是因为骑车 骑车就会离开市区的水泥森林 我们前面讲过 市区骑车其实对单车骑士不是太友善 所以大部分的人骑车就会开始从河滨 就是跨过堤防了以后开始往外骑 是 骑着骑着呢 接下来 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 你河滨骑久了也会腻嘛 嗯 你就想说那还可不可以再往别的地方骑 往更远的地方 你要从河滨往别的地方骑 你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开始爬坡 哎哟 因为台北四周东西南北全部都是山 上山了 啊 甚至你沿着河滨骑车 这个河滨骑一骑就是进入山区了 也是要爬坡 嗯 爬坡爬着才开始感受到 哦原来台北的山台北的水 这些对于台北盆地而言全部都是有意义的 全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台北之所以成为台北的关键因素 嗯 因为这样子的体认之后 我才开始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有更系统一点的怎么样来了解这件事情 山水和台北的关联这件事情 嗯哼 有了系统的了解了以后 开始可以带着车友开始骑车 然后慢慢的这个系统越来越丰富了之后 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那我除了因为每个礼拜跟带着十几个车友骑车 是 一年累积也就个几百个人吧 对 那我能不能考虑让它变成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对骑车在台北骑车的这件事情的领悟 领会 我觉得很希望能够分享给更多骑车的同好 嗯嗯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来参加我的社团 但是透过写一本书 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所以在书里面啊 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他书里面啊 就是把这个很多台北的这个知名的景点 或是不知名的景点啊 都做了一个介绍 请问一下老猫 那你在你在骑车跟着大家 或者带着大家去骑车的时候 你会一边骑一边解说吗 导览吗 对啊 呃 就是 每当骑到一个定点 后来我在规划路线的时候 事实上是以 以我想要导览的 这一次想导览的主题 哦 安排路线 哦 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导览一个主题叫做 啊 台北盆地 简史 简史 简单的台北盆地的这个发展史 是 这个台北盆地在 六百万年前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哦 现在我们还 还可以看得到六百万年前的 地质结构 嗯 什么地方 嗯 从那个地方开始 然后进入四十万年前 进入十八万年前 哇 这个 关渡的爱口 打开淡水河 现在终于改到 从 往 阳明山的方向走 改成往 关渡的方向走 哦 那这一连串的过程 啊 它牵涉的就是地点嘛 是 那把这些地点串联起来 到了地头 现场 讲 这个地点 在 四十万年前 在十八万年前 发生的事情 那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因为你已经到了 现场 到了现场 有的时候这个现场 是 是 还可以看 观察得到 哦 当年留下来的痕迹 是 啊 有的时候是看不到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现场 现场的解说呢 就会让你印象更深刻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哎 这种骑车的方式 比起以前 啊 因为关渡是台北 往淡水必经的地方嘛 是 淡水我骑了那么多 那关渡来来回回 骑了几十遍 从来也不晓得这件事 对 类似这样子的感受 会让每个人觉得说 啊 这样子的骑车的方式 比过去 纯粹就是骑车 好像还多了一点 啊 知识上的收获 嗯 就有知识 有知识的这个 这个骑车了 可是 可是像这样 这样子会脱离 河滨单车专用道吗 会 对不对 对 因为 啊 我们如果要 你在河滨上面骑车 河滨先天上面 它就是平路 平路有一个麻烦 就是你的视野打不开 哦 那 骑到了3分钟 山坡上面 甚至即使 只是很小的 海拔50公尺的一个小山坡 嗯 譬如说 关渡公园 关渡公园在关渡公的后面 往后走 关渡公园海拔只有50公尺 哦 哦 因为关渡公 关渡公是沿着山壁这样子盖的嘛 对不对 嗯 对对对 它在 算是小小的半山腰上 对 它的后面还有一个后山 是 啊 我们骑到关渡公的后山的关渡公园上面 哇 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海拔50公尺 你的视野看向从小山坡 看向盆地的那个视野 因为前面就是关渡平原 关渡平原不开发 嗯 所以视野完全无这档 你可以一直直接看到市区里头 各种地标性的建筑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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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我带了好多次新手团的 就是小小的爬这个50公尺海拔的高度 是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 哎呀没想到 稍微离开一点河滨 你看到的景色风光就截然不同 灯高望远 啊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 我后来骑公路车还有一个主题 除了各种不同的探路方向之外 嗯 我还特别喜欢去寻找在公路上面 我称之为俯瞰点的这样的地方 哦哦哦 公路车有一个麻烦就是这个名字哈 嗯 这个车本来设计就是用来让你骑在公路上 是哦 可是公路呢 的设计的原始的初衷 公路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而开辟 是 并不是为了让你欣赏风景而开辟 是 所以公路车骑在公路上面 你其实真的很难找到什么很棒的风景 嗯 因为大部分的公路都是为了交通运输 不是为了让你看风景 是 所以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到处去寻找 所以我这十年来骑车后面的五年 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台北郊山的每一条路线 每一个可能的景点去试试看 会不会有更好的景观 有些地方 甚至可能需要走到路的尽头 已经没有标准公路了 但是眼前是登山的步道 要不要进去 进去了以后能不能看得到 是 经过这样子 自己 所以我把这一段过程称之为探路的过程 探路 书名为什么叫探路台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希望走的 不是 是 虽然也有一些是传统单车同好 喜欢走的路线 是 帽公啊 风贵嘴啊 巴拉卡啊 或者观音山啊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骑车风格 或者这本书里头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 我会去走很多车友平常不习惯走的路线 那从不习惯走的路线里头去发现特殊的景观 特殊的山川地理 然后连接到整个台北的发展史 嗯 这是这本书我觉得 可能跟其他的单车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书书里面 这本书里面介绍的景点 都是公路车到得了的地方 对不对 倒不会 对 就是说他一定还是要有一个适合 单车行走的路 对不对 不会有什么 呃像爬坡我们就是爬坡的路 但是他不是那种阶梯 对不对 呃大部分都是公路车 直接骑车可以到的地方 是是 呃有少部分 呃会需要 譬如说抬个车 走个几分钟 呃一层楼或者两层楼 两层楼的阶梯 哦 呃我觉得 两三层楼的阶梯 还可以 对于可接受的范围 可接受的范围 我就把它放进书里头 ok 那如果我自己探路走过的 还有 呃 呃 一千几的台阶 对我来说是 我扛过一次 吃过苦头 我今天吃我也不想 不想 不想再去一次 好好好 这将心比心了 那种的我就放在桌里头 嘿 可是这东西还有一个 还还牵涉到另外一件事 大家的这个条件不一样 你的车 你的车可能是碳纤维的 比较轻 有人的车可能是钢管的 有的人可能是铝合金的 这个就差别很大了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带我回来啊 老师再来跟我们讲 因为在你的书里面 有一个第零章节 在介绍这个运动型单车 我们休息一下 带我回来老师在 老猫再跟我们来来分享 就在挑 如果要要跟着你的路线去走 去去探索 去探访这个台北市的话 我需要的一台这个所谓的公路车 怎么样会比较好 怎么样挑选会比较好 带我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老猫啊 他是最近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叫探路台北大台北公路车 深度旅行的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叫老猫 本来就是个出版业的前辈啊 猫头鹰出版社的社长 那2002年开始他他开始运动 骑单车运动健身 然后发现这个台北之美啊 所以就开始成立社团 跟大家分享 跟着这个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去健身 一起去探路 最重要的是 这样子的这个旅游动线 有他的导览以后 他增加了非常多的 这个知识的含量 所以呢你一边玩 一边走 一边这个身心 就是对身心都有帮助 还有这个这个是学问啊 也有帮助 认识自己的这个土地嘛 那上个阶段 我就请教了这个老猫老师 我说哎 大家的这个这个这个 能力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拥有的单车可能也不一样 有的单车很轻 他就可以像您刚讲的 我我扛起来 有些路段 我扛扛起来 走个几段阶梯 哦那个登高望远 到那个俯瞰点很棒 但有的人可能他的车就很重 哦那个你要他扛扛扛个500阶 哦很费力 老师我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单车啊 尤其是公路车的 你你因为你你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 第零章节讲到 运动型单车入门 来帮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重点的概念介绍好了 嗯好不好 嗯 ok 呃本来写公路旅行 应该你就直接写路线啊 规划啊 然后各些景点的解说啊 是 可是后来我的周周来骑车 因为有新手级的活动 嗯 然后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呢 反正新手级的 不管他是骑Ubike来的 或者是刚刚买了车子来的 他还没有什么太多的骑车经验呢 对 他的骑车习惯会 依照他从小学时代开始会练车以后 骑着菜篮车啦 骑着这个上班通勤车啊 嗯 那种生活类的用车的骑车习惯 而想要进入运动型用车的生活 的骑车习惯 那个中间的距离差距 骑车的观念 骑车的知识差距非常遥远 嗯 完全是两个世界 嗯 甚至你用骑公路车的标准去 要求这些骑菜篮车的新手的时候 他会有非常强大的抗拒 哦 因为骑公路车的 那个不管是姿势啊 坐垫的高度啊 嗯 脚岔板的位置啊 哦 他可能骑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 他的骑车习惯让他觉得很安全很安心 对 可是在骑车的效率上面差距非常大 是 而且呢 对于膝盖 因为骑车的人本来有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能够维持健康 对 可是你如果 把腿练好 这种方式来骑公路车这种高强度的骑行活动 你的膝盖很容易受伤的 嗯 所以呢 我后来就在这本书的前面正式章节之前写了一个叫做第0章 第一章之前写了第0章 完全针对这些骑车的观念新手啊 对很需要 你要如何转换骑车的观念 从骑菜篮车的模式转换成骑公路车 嗯 你观念不转换 知识不转换 甚至你的心态不转换 嗯 你很难享受骑公路车的乐趣 是 所以所以挑车的时候 老师第一课挑车要注意哪些事情 嗯 OK 啊 我自己很多很多车友的 的意见都是说 选车就是 就是第一次就把所有的功能全部都选上去 然后一次一劳永逸这样子一车造体 但是 因为公路车的世界很复杂 嗯 有些是为了标述就是比赛用的 嗯 有些是为了让你可以适应各种地形地厚 有长途旅行用的 嗯 有些是专门设计来让你爬山坡用的 嗯 所以就要说公路车的世界 有很多细的小利基市场 嗯 那如果你骑公路车一开始就要想说 我要一次最高等级 一方面最高等级价钱就很贵嘛 是 第二方面是 它跟你骑车的 程度 偏好 嗯 可能到最后会不一样的 哦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最轻量级的适合比赛去竞速的 是 结果到最后你其实只是喜欢喜欢长途旅行 那长途旅行适合的车和你那个可以去参加比赛的车 是非常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嗯 那所以我后来的建议就是说 新手呢 你应该选这一个入门款 单价比较低 重量可能不是最轻 但是呢 它的 的趋向呢 可以让你拥有 丰富多元的 使用功能的场景 嗯 你可以 可以 环导车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 齿轮比的设计呢 让新手就是即使角力还不够 也可以 轻松踩踏 可以爬上普通的这个山路 嗯 透过这样子 新手入门款的公路车所费不多 但是 你可以体验到 骑着那台车去体验不同的场景 啊 平路的标速 偶尔爬一下山坡或者是长途旅行 甚至拿它来当 买菜车也办得到 嗯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你开始去累积 我到底 喜欢 什么样的 汽车风格 等到你了解自己的 汽车偏好 之后 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说 啊 我用 比较高的预算 去满足这个 汽车偏好的 那种 比较高档一点的车 嗯 可得花一点高的预算 你就不会后悔嘛 免得你新手骑 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啊 你就听着别人说 哇就买最高档的 到最后 才来后悔说 哎呀 早知道当初不要买 买这个方向的车 嗯 这个是我觉得 嗯 公路车的一个建议 所以 那以我自己为例 以你为例 以我自己为例的话 像我买车 我就不会考虑买 那个最轻量化的 我们称作为 碳纤纬的车 嗯 因为碳纤纬的车呢 它虽然轻 强度很够 但是它 被外力的冲击 冲撞以后 它的 那个 保护程度不够好 嗯嗯 所以我现在买车 都是买那种 耐衰耐壮的金属车 像我现在用的车 是一个 钛合金的 钛合金 它虽然不是 以最轻量取胜 嗯 可是它对于我 可以 去探路这件事情 因为探路的意思就是 那一条路线你 上山下海的 可能还颠簸了 它的周边情况怎么样 嗯 那 金属车的好处就是 它反正 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路况 你可以 不担心它说 哇 它太娇贵啊 碰到这个 枯叶的地形环境 你就 受伤 碰到 什么 那个 对 对很多人来说 啊 宝贵的 十几二十万的爱车 这样子刮伤一下 要痛心痛好久 哦 那老师你是用平靶的 还是弯靶的 我现在是用弯靶的 哦 新手可能平靶比较适合 对不对 平靶车的 骑车的模式跟骑 你从国小开始骑泰兰车 这种模式比较接近 所以它适应上面比较简单 因为说实话 从生活型用车到运动型用车 这个你需要适应 需要调整 甚至需要自我锻炼的东西非常多 是 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如果一开始直接就跳弯靶的公路车 我会觉得 哇 你又要适应这个弯靶的沙变合一的系统 然后又要适应这个怎么样 前变后变的换挡程度 又要适应这个新的坐垫高速 因为所有的都要适应 会让你觉得手忙脚忙不过来 所以我通常也建议说 新手真的完全没尝试过公路车 你就从平靶的公路车开始 那个入门的幅度比较缓和 不会一开始就是 哇一下子就要跳到一个完全绝对陌生的世界 所以那个适应起来更困难 同样的道理就是 很多骑公路车的人也会直接就升级 称之为上卡 就是用卡节加卡踏 那上卡又是另外一个门槛 所以我也不建议 不建议 不建议新手 一开始 公路车上卡什么全部都来 可能反而会因为门槛太高 反而会让你觉得 哇公路车怎么这么麻烦 这么困难 这么危险 反而会丧失了你进入公路车的那种兴趣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有潜入深 如果你是个新手 刚开始买车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买那种顶级高档 全配备 不见得对你有用 先慢慢的去适应 到最后找出你的需求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做投资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回来 然后再跟老师继续聊 我们继续跟这个老猫啊 探路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探路台北大台北公路车 深度旅行的作者老猫 来聊这个骑公路车运动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骑公路车退休以后 自己骑公路车运动 已经前年后后也累积了十年 而且他开辟了社团 带着大家应该是叫倒骑 就是带着大家或者陪着大家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有两个梯次 固定的 然后带领大家去走不同的路线 去探访 探索台北彭地 还有他周周边的这些环境 然后融入了这些知识 跟大家分享 上个阶段就聊到了买车的概念 我顺便请教一下老师 像你说你的车是 它要前宽后载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个还要去 自己还要去配 我常常会走到丛林野地 就是它变成碎石子路面的时候 我也会继续往前起 那前面比较宽 因为单车的特色 大家普遍都觉得说好像后轮比较重要 其实不是的 单车你要控车要稳 避免摔车 打滑摔车的话 前轮是最重要的 前轮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打滑 几乎你都没办法 整就一定会摔倒 一定摔 但是后轮不一样 后轮你平常打滑的时候 你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把它救回来 所以呢 前轮如果加宽的话 它的抓地力比较强 因此它让你协助 适应困难的地形 比如说碎石子路面的时候 你的控车能力仍然还足够 这一点前轮是帮助比较大 所以我的车子自己设计的风格就是前轮稍微加宽一点 让它可以去适应比较齐区的路面 而我仍然可以稳定的控车 那后轮呢 仍然维持普通公路车 比如说25或者28C的那个宽度 因为这一种宽度呢 它在汽车的轮胎转动的滚动效率上面 是较小 就是滚动阻力上面是比较小 摩擦力比较小 比较快 后轮维持公路车的汽车效率 前轮呢 适应它可以广泛运用各种不同 骑驱路地形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的车还得去找车行来帮你去换吗 因为你如果要宽一点的话 可能它的轮圈也要不一样 对不对 钢圈也不一样 轮圈还好 因为外胎你从最细的21C 一直到35C 大概普通的公路车的轮框 都可以弄得下去 OK 那我们因为要自己探路 所以基本上面这个换胎啊 都自己来了 这个补内胎啊都是自己来 哦 现在你讲到补内胎 现在还有一种是没有 没有内胎的这个 无内胎的 对 无内胎的胎 可是那个感觉比较硬 嗯 嗯 这个补胎的问题 是 到最后呢 还是换回来 还是换回来 直接找 继承车 然后把前轮卸掉了以后 装了 对对 对 对 老师还有一种啊 现在这两年很流行啦 就是介于电动车跟这个 纯粹单车之间的所谓的这个叫做助力车 或者叫电动辅助车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对 OK 电动辅助车就是你在踩踏的过程 它的机电装置会感应到你踩踏的程度 然后适当的输出马达的电力 动力 然后协助你前进 是 是 很爽 在很多 特别的场合 我觉得是很 很有价值的 譬如说 习惯骑登山车的人 登山车的人 他 到了山头 然后沿着那个崎岖的林道 然后一路冲下来 哎呦 他的乐趣就是那种 往下冲的那个乐趣 然后转弯 那很危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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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这种车呢 你 因为它强调的安定稳重 所以分量不轻 然后你要骑上去就很痛苦 嗯 因为你的享受是滑下来 嗯 所以这种车如果有电动辅助的话 我觉得它是很正确的 很棒的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从上面沿着崎岖的领导 要考验你的控车能力技术啊 技能力等等 嗯 所以电力在这个时候是有很帮助 可是 如果是在公路车啊 公路车尤其我们 啊 业余的公路车爱好者 嗯 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是希望能 运动健身 维护健康 啊 能够健身 能够维护健康 让肌肉不要衰退 嗯 你本来抱着这个目的 骑公路车 然后结果如果是选择电斧车 电斧车就让你不费力 你失去了运动的意义 你失去了运动的意义 电斧车反而对于你原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那这样子我觉得对新手来说 这件事情就变得没道理 对对对 失去了意义 所以我通常会会会会建议新手说 你不要考虑电斧车 嗯 可是很多新手在买车的时候 因为跟车行老板抱怨说 哎呀我这个体力不好 怎么样啊 老板一听到这件事情 马上就会跟他推销 因为电斧车担甲比较高 他的获利报酬比较好 那可是老板就不会告诉你 电斧车其实还有很多麻烦 除了他不费力 让你没办法锻炼之外 电斧车比较重 对 所以现在我们很强调 这个良铁旅行这件事情 你要扛着车上火车的车厢 旁浦工的公路车很简单嘛 扛一个十几公斤的电斧车 你就觉得很痛苦 对对对 可能对你来说 别人觉得很悠哉的良铁旅行 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也对了很麻烦 然后电斧车的电池的到目前为止 都是续航都差不多一百公里左右 那一百公里呢 对很多公路车的老手 对你锻炼个一年左右 你要日行一百 甚至日行一百五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哦 好 那如果你跟着车友出去骑个一百公里的路线 骑到了一百公里 没电了 那家车友呢 再补充个能量啊 就是路边小七吃个补充 吃个三明治喝个水 吃个香蕉它就可以又可以生龙活虎 吃了再上 你的电子耗尽了之后 累了累了 就变成骑一个非常笨重的公路车 就骑两台车的力气 对对 所以电斧车我觉得 得失利益衡量之下 新手我觉得是不适合 还是算了 还是给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去买菜 特定目的的人 我只是觉得电斧车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对新手确实是不适宜 OK 好了 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呢 已经到了 那刚跟老猫聊啊 其实就是让大家了解到 这个骑车运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他成立这个社团呢 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台北盆地 还有周遭 那最近他出了这本新书啊 就是把这个 这十年来 他他他骑单车的心得 还有做了一番的规划 做出了主题的路线 那这个路线 沿线上有哪些的景点 有哪些的这个知识 他就在这本书里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除了跟着这个周周骑单车 跟着老师一起去去去去 周周来骑车 跟着老师一起去探索以外 你也可以去找到这本书啊 然后呢 尝试着跟着老师规划的路线 去去骑程 去了解整个整个台北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运动 我已经三年三四年没有骑了 我本来有在骑 因为这几年生活有点忙乱 那现在看到这本书啊 又兴起了我的这个这个重新 重新出发的这个这个这个心情啊 那我会看着老师的这个路线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没去过 因为这个这有些地方 真的是我真的没去过 比如说这个 石定的千岛湖 土石头 平邻茶叶博物馆 他可以骑到那么那么远的地方去 那这中间呢 就跟着他的路线啊 一起去探索探访 今天谢谢老猫的时间跟我们连线 我们也预祝你这本书啊 能够卖得很成功 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起来骑车 大家一起来追求健康 谢谢老师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